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学习Linux多现场程序设计 刚才我这边吓起了小雨,而且还有点雷声 真怕把我的电脑给劈坏了 好了,不跟你们闹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课程 这一小节我们学习到了现场同步的第二个知识 读写手 那么在上一节课我们知道了 在现场的同步时候我们需要保护一个工晓区域 我们使用护持量 但是护持量有一个很大的麻烦 就是一个时刻只有一个现场可以去访问 这个样子导致了程序设计的时候 没有很高的并行性 那么读写手它有护持量类似 不过读写手它有更高的并行性 什么是并行 就是允许同一个时刻有多个现场在同时执行的 这就是并行 它有并发式两码式 大家应该没有忘记它的区别吧 护持量要么枷锁 要么不枷锁 而且同一个时刻允许一个现场对去枷锁 这个样子呢 如果我们使用到护持量 完全无法进行并行操作 而对于一个变量的读取呢 我们完全可以让多个现场同时操作 这样就实现了它的并行性了 由此呢 我们引出了一个概念叫读写手 首先来看一下它的类型是 P3-RW-RW-RW-T类型的 就这么一样的一个跌量 它可以完全允许多个新的现场对它进行一个读操作 读写手它有三种状态 读模式下加锁 写模式下加锁 还有不加锁 一次只有一个现场可以在用写模式下的读写手 也就是说如果它一写状态加锁的话 那只有一个现场可以拥有它了 你再来读也不知道你读 因为我在修改 对吧 你再来写 我也不知道你写 因为我在修改 但是多个现场可以同时在有读模式下的读写手 如果大家都在读的话 那么完全可以同时操作 产生一个并行的效果 这样提高了CPU的效率和程序执行的时间 读写手在写加锁状态的时候 在它被解锁之前 所有试图对这个锁加锁的系统都会阻塞 因为一个时刻只有一个现场可以拥有写模式的加锁 一旦它在修改这个变量 那么其他现场无论是读写都不可以继续加锁了 这样会导致了试图的一致性了 那么读写手在读加锁状态的时候 所有试图以读模式进行加锁的现场都会获得访问权 因为我没有修改 所以你们都可以过来去访问 但是如果现场希望以写模式对其加锁 它就必须阻塞 直到所有的现场释放锁 因为之前有现场在进行读操作 所以不允许你去改 只有那些读操作完成以后 你才允许去以写的状态去加锁 然后去修改它 读写锁 它在读模式加锁的时候 如果有现场试图以写模式对其加锁 那么读写锁一般情况下 它会阻塞随后的读模式请求 因为这个样子 可以避免读写锁长期被 再用一个读状态 而写锁达不了请求 假如一直在读状态加锁 你来一个我免足一个 来一个免足一个 那么这个写状态的加锁呢 完全就达不到请求了 一直在阻塞了 所以呢 如果读模式已经加锁了 然后呢 又来了写模式 再来读模式加锁 那么写模式加锁 就有些人进行来操作了 随后的读模式加锁会阻塞 这样子呢 给写家所一个机会去执行 途中过分析 我们可以看起来 那么读写锁呢 它非常适合 对于数据结构 读次数大于写次数的程序 这个就是我们什么时候 去使用它 如果我们的读操作 非常非常的多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用到读写锁 提高程序的变形性 当它以读模式所做的时候呢 是一个共享的方式 那么所有人都可以去读它 当它以写模式所做的时候呢 那是一个独占的 就自个儿可以去享用 那么分析了一些概念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读写锁是如何促使化和销毁的 在读写锁使用之前呢 我们当然必须做促使化了 和护质量是一样的 它用p3-iwlockinit这个函数 同样的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 是我们要促使化读写锁 第二个参数是属性 现在还不研究 那么有默认的属性是空 关于属性呢 我们马上就会学到了 当我们使用完之后呢 需要对它进行一个销毁 当然也是一个 p3-iwlock-destroy函数 也是一个销毁的 这些函数呢 成功反复0 失败反复错嘛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手册 有了促使化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使用它了 看一下 来如何是进行加锁和解锁的 因为它有两种加锁状态 所以对它的加锁有两个函数 读模式的加锁是这个 rd-lock 那就是个read 读模式的加锁 那么写模式的加锁呢 是wr-lock 就是right-lock 写加锁嘛 当然每一个加锁状态都有一个try函数 那么这个try-lock呢 它是四组加锁 如果不满足要求也不会阻塞 这个与护质量的那个加锁呢 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就不多的去讨论它了 是类似的 就功能不一样 那么在函数使用的时候 基本上是一样的 无论你如何那种状态去加锁 那么它解锁呢 都是一个函数了 就是p3的r-lock-unlock 这是一个解锁 当然这几个操作呢 成功反复0 错误呢 反复一个错误码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手册 研究一下它的错误码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错误化这个函数 扫一下它的手册 包含同文件就不必要多说了 然后中间这个描述呢 下面有些是关于它的属性的 我们先暂且跳过一下 这里边我们能看到的地方是这个错误码这块 为什么错误了 都把它研究一下简单的 第一个是你看这个是EBZ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你试图去销毁 这个销毁函数 为什么会失败 第一个是通嘛 EBZ 那么你试图销毁的这个锁呢 它是已经被锁住了 当然锁住的是无法销毁的 必须结束以后才能销毁 因为锁住我还没有使用完 你怎么可能销毁我呢 当然是EVALUE 那么这个是无效的一个值了 当然这个锁可能不存在 那么这个LockUnit 什么时候去失败呢 系统缺少一些必要的资源 而不是内存去初始化它们 这是其他的资源 我缺少了 然后呢 第二个错误码 这是NOMAM 就是缺少了内存去初始化它 第三个 说这个调用者呢 没有权利去干这个操作 使他的权力不够 然后 它下面又说了 这个英尼达数还有可能失败 这个是什么意思 看一下 试图去 重新初始化它 你说这个 已经初始化 初始化完成了 然后呢 你又去初始化 就造成了这种操作 然后是 这个是无效的这个 值 这个是什么呢 属性是没有效果的 也就是你设置属性 给弄错了 以后再可能一个失败 那么整体来说呢 这个初始化失败呢 基本就是 内存不足了 或者缺乏其他的资源 锁已经被锁住了 等等这些 都会造成一个突始化 或销毁的失败 我们来看第二个 它的夹锁状态 先看一个 独夹锁状态吧 它这个独夹锁状态 什么时候会失败呢 第一个呢 是 这个trylock 什么时候会失败 第一个EV类 试图加锁的这个锁呢 它已经 有了写操作 也就是 如果有写操作的话 你再读加锁的话 就无法完成了 第二个是 无效的值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读写锁 你指定呢 它没有被促使化 你看 没有 没有促使化 然后呢 你再看下一个 这个 你是读锁状态 它已经达到了 最大的锁状态 你就不能再继续 对它进行加锁了 因为 不可能有N个线程 同时进行读加锁 那就完了 崩溃了 下面这个呢 我们从名字可以看到 它是个死锁状态 什么样子会造成 一个读写锁的死锁呢 也就是说 这个雕音的线程 它已经拥有了 一个写状态的极锁 我们知道了 写状态的极锁 一旦被占有了以后呢 其他任何系统 不管你是读和写 都无法拥有它了 假说现在你自己 已经是写状态架锁了 然后再来个读加锁 那么就导致你自己 阻塞了 然后你也无法去 再释放一个写加锁 这个时候 就是一个死锁状态了 所以这一点呢 一定要非常的注意 也一定不要造成 这个死锁 我们来再看 它这个写加锁有什么 来翻到下面 看这个写加锁 拆WR-Lock 会失败 这个读写锁 你已经被锁住了 不管是读状态 还是写状态 现在我们是看的 这个写加锁手册呢 不管是现在 已经写锁住 还是读锁住呢 你再来个写锁呢 肯定是一个失败状态 有法进行写了 必须等待其他的锁 给释放的 第二个是无效的值 这个就是没有被初始化了 当然就错误了 第三个又是一个死锁 这点我们需要重点关注一下 看为什么会造成一个死锁呢 说明它自己已经去拥有了这个毒状态 或者血状态的锁 也就是现在 如果你自己已经毒状态拥有了 或者血状态拥有了 你再来个血 可能会导致自身的去阻塞了 那么你自身一旦阻塞 就无法释放一切那个锁了 所以呢 又造成了一个死锁 整个我们在锁的操作过程中呢 一定要注意去避免死锁 因为死锁这个东西 是会导致系统崩溃的 无法用行了 关于手册呢 我们简单的扫一下就行了